Hello大家好,我是Elea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生活母银类的业余博主 目前是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做一名工程师 好,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想给大家聊一下Burn Out 那在职场中呢,Burn Out这个词可能被解释为职场倦怠期 听上去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你真的知道它代表什么程度的压力和筋疲力尽吗 由于这个最近经济形势的不好呢 还有最近在公司跳楼的新闻 我并不知道这些选择跳楼的人 他们是不是因为工作Burn Out 但是我知道工作中的心理问题已经是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我这期视频呢,就想关注一下工作中Burn Out的这种情绪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个过来人的我 做了哪些research,然后给你们剖析一下工作中Burn Out的原因 进而深入探讨一下工作的意义 那最后呢,我也会抛砖引玉的给你们总结一下 我个人认为可能比较有效缓解Burn Out的方法 那我先说一下做这期视频的初衷吧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大概也知道 我从去年Reorg了好几次到今年,其实都长期的处于这种高压的环境 然后这种压力因为一直存在,所以就导致了我情绪上受到了影响 那去年我去做Women Annual Exam的时候 跟这个physician在简短的沟通聊天当中,我就情绪崩溃 就是因为他简单的问了一句你最近怎么样,当时我给他大道苦水,说工作中压力很大 我最近觉得非常的不开心 正是因为这个signal让我当时去做了很多的research 而且它不仅仅发生在你的身上,可能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 所以不是你的问题,一定要证实它,然后我们想办法去解决它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了解一下Burn Out和Stress Out的区别 第二个部分就是来分析一下你Burn Out的原因 那进而会深入剖析一下工作的意义 第三个部分就是Burn Out的自我解救方法 好,那么我们首先聊一下Burn Out和Stress Out的区别 这两个词可能会互相都在使用 那么为了更好地区分它们在这个人人都是AI的时代 我也把这两个词丢进了ChatGPT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解释的吧 那从以上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来 Stress Out就是短暂的 你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可能会随着压力的消失而消失 但是Burn Out却是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下 比Stress Out会更加严重 可能会严重地影响到正常工作或者生活 并且这个情绪不容易Go Away 那我觉得这个定义的区别 其实跟我之前给你们分享的 Baby Blue和Post Partum Depression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也是处于刚刚生娃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在肠后抑郁的状态 一定要去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 会给你详细分析这两个的区别 以及如何去解救自己 那么回到工作当中的Stress Out和Burn Out 其实你可以发现也是非常相似的 那我下面举个例子可能你会更好的区分 比如说你现在工作当中负责的某个Project 让你感觉到压力非常的大 或者是来自于老板和同事的压力 让你觉得你工作中有很多喘不过气的地方 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是短暂的 项目短暂的进行几个星期 你的压力就随之消失了 那可能这个就是Stress Out 但是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压力 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你都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并且这种情绪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 包括你吃饭 包括你睡觉 然后针对于工作的话呢 你可能会觉得不想看到老板 不想看到同事 甚至是不想去公司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处于Burn Out边缘了 那我当然希望大家只是经历Stress Out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已经接近Burn Out边缘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你是如何慢慢一步步走到Burn Out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来帮你一起分析一下Burn Out的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我想到的就是身份问题 你在北美工作是需要有合法工作身份的 我之前一期视频也提到这个工作身份的转变 包括你从CPT到OPT再到H1B最后拿到绿卡 这个漫漫长路当中 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没有办法失去工作的 如果你丢掉了一份工作你可能只有一个短暂的grace period找到下一份工作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找到下一份工作 可能你就会要被迫离开美国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身份的concern导致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工作上忍气吞声 然后呢就告诉自己我在熬过这段时间 我可能就会拿到了工作身份 我就不会去担心这些事情了 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要问一下自己 留在北美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它会比你的健康更重要吗 我觉得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这个问题我知道也很大 如果你只是刚刚工作可能很难想清楚 但是有一点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工作永远也不比健康重要 试想一下你都没有健康的身体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那你何谈工作呢 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怕失去工作 那这个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份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 包括你现在可能有一些经济压力 或者是不想去告诉家人和朋友 你失去工作了 觉得没有面子 那种种以上的原因 可能都会导致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可能需要和你自己的家人去沟通商量一下 包括如果你现在已经成家了 那你可以给你的另一半去分享一下 你现在这份工作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是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你的另一半能够跟你一起share一下这个压力 如果你们家短时间内只有一份工作收入 是不是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运转了 那如果你只是单身一个人的话呢 也可以跟你自己的家人去分享一下 如果你失去这份工作 他们能不能够短暂的给你接济一些 帮你渡过这个难关 好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怕peer pressure 你感受到了你工作中其他的同事都很快的升职了 都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地方 都能够受到人家的认可 但是你却没有 比如说你想在几年累升职 所以呢就导致了你自己的压力 其实我觉得这种peer pressure 大家每个人都会有 但是如果你往深一层想 其实这种peer pressure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比如说你会认为其他的人就会比你开心 其他人达到了next level 就会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 但是呢这个assumption 其实不一定成立 据我所知 在工作中时间待的越久 越往上升职 其实你的压力往往不会减小 反而会越来越多 因为你承受的责任就会多了 资本主义市场 没有一个是免费的午餐 你想他们赚的比你多 如果他们责任还比你少 担忧的事情还比你少 那再往上走 这个CEO甚至是这个公司的board 会觉得这是一个fair的事情吗 所以肯定不会有这种事情存在 可能会有outlier 但是绝对不是大多数人存在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 如果你越往上走 压力越来越大 你真的能够承受吗 想通了这一层 可能你自己就会放过自己 不要去努力的追寻 达到下一个level 反而你可能会更加开心 第四个呢 可能就是你怕没办法升职 这个跟刚才这个peer pressure也是类似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升职 但是呢 现在你觉得短时间没有达到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平心静气的和你的老板讨论一下 你现在做的这个direction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换了另外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direction 就能够更快的升职 因此不要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到你现在做的事情 你应该走出去 去跟其他的人沟通了解一下 是不是其他的方式会帮你更快达到这个目标 或者是说去了解其他人升职的方式 然后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自己 自己走的这条路是不是更加适合自己的 好第五个原因可能是就是有toxic的manager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更普遍一些 就是有的时候在同一家公司 可能你的心态 还有包括你对这份工作的喜爱 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所在的org 取决于你的直系manager 如果你现在的manager就是一个非常有毒的manager 那你一定要认清楚 那这个有毒的manager给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心理压力 它仅仅是针对于你个人 还是针对于你们组里的每一个小伙伴 它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仅仅针对于你个人 我个人建议在北美这个职场上 你更应该去发声表达出来自己的这种不fair的对待 搜集证据 适当的时候跟manager沟通 如果沟通无效 可以去把搜集到的证据跟HR汇报 我觉得就是最后 其实你不要认为你的manager 就是决定你人生的唯一的一个人 在工作中所有的人都是对等的关系 就是你也应该让你的manager知道 你不能这么不公平的对待我 那如果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呢 那你可能更要审视一下 在这个组长期待的意义了 好那第六个呢 就是toxic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跟你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所在的这个环境 整个org都是比较toxic 不仅仅是你的direct manager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想你改变一个人已经很难了 但是改变这个环境 我觉得简直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想清楚这个事情 一定要放过自己 然后去找到下一个更加适合你自己的工作环境 那分析完这些burnout的原因之后呢 我想说一下工作的意义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时间 再换取一份报酬 如果你觉得你待在这里 换取了你相应的报酬 你比较开心 那你就适合继续待在这里 如果你在这里已经远远的超出 你应该花的时间 并且没有任何的生活而言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审视一下 这份工作到底还适不适合你 查到leather的最高了之后 给你带来的什么 或者你问一下自己升职之后 会不会让你更加的开心 拿到了更多的responsibility 拿到了更多的钱 会不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舒适 会不会让你心情会更加的好 你一定要想清楚工作的意义 然后再去决定 这个导致你burnout的原因 值不值得你继续去消耗自己的时间 消耗自己的精力 好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来抛砖领域的说一下 burnout的解救方法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 一定要承认自己处于burnout边缘 放过自己 我觉得这一条是最最重要的一条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意识到 自己在burnout边缘 或者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burnout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吧 虽然我当时一直都认为自己压力大 但是我当时一直都在告诉自己 我经历过这段时间我自我成长了 就会对我的人生有更好的帮助 就会帮我达到next level 可是直到我在医生面前崩溃大哭 我才意识到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了 所以我要step back 审视一下自己现在做事的方式 审视一下自己 我应该怎么去解救自己 如何去意识到自己接近于burnout边缘 我觉得是最最困难的一步 那我觉得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你的朋友和家人多多诉说 因为多多诉说会让你释放出来 你可能积累在心里很多的话 这样的话呢 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也会给你一些分析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有效沟通 其实除了跟家人和朋友沟通之外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跟你以上分析出来 你burnout的源泉去沟通 比如说你这个源泉是你的老板 那你就应该去跟老板坦诚不公的说 我最近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 导致了我情绪有一点不好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说我已经到了burnout边缘 那么我需要寻求你的帮助 我给你一起坐下来探讨一下 我现在这种工作方式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我是不是能够分散一下精力 去做一下其他的压力比较小 不会让我burnout的project 或者是能不能跟其他的同事 一起来做这个project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来谈的 而且你要清晰一点 就是你的老板应该是来帮你的 所以如果你跟他探讨过程当中 你意识到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帮你 更好的signal 是不是你应该离开这个环境了 那如果是同事的话呢 那我觉得更应该去平心静心地探讨一下 就是是不是他的某些言论 给你造成了长期的压力 能不能跟他分享沟通一下 造成这个压力的原因 然后跟他一起来商量 他应该怎么做 才会导致你能够离开这个长期的压力 好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面 那这个事情呢 可能是非常小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花花草草 你可以去培养自己种花种草 然后如果你喜欢小动物 可以去多看看狗狗猫猫 那如果你喜欢时尚 你可以去多看一下时尚有关的东西 那如果你很想录视频做博主 那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多学习一点 总而言之呢 就是不要把你自己的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当中 你可以分散一点到其他的兴趣爱好 甚至是你现在觉得没有时间去做 但是非常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人的一生就是那么短暂的时间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只活一生 所以你一定要抓紧时间 做你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投入到一份工作当中 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做了之后发现 会更加适合你 给你带来更多的成就感 有可能这个事情就会成为你接下来的一个事业 说不定 那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冥想 这个方法也是很多人给我推荐的 冥想 Meditation呢 在北美这边也是非常非常流行 它是很多高管都会推荐给 所有的人做的释放压力的一个活动 它就是让你身心聚集 然后只关注在自己的呼吸上 甚至都会忘记自己的呼吸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 可能就是锻炼自己的呼吸频率 让自己忘却现在的烦恼 专注当下 那我自己呢 还暂时没有尝试 但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 据我身边的朋友的例子来看 其实很多人现在都不做瑜伽了 都开始去做Meditation 可能Meditation给他们带来 心灵上的启发会更加的多吧 那第五个方法呢 就是多给自己放短假 为什么我不建议放长假呢 因为我看了研究表明 其实给你自己放长假 比如说两周的长假 回到工作当中 可能还是会感觉到burn out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事情的本质 但是呢研究表明 如果你能够放短假 比如说一个星期放一天假 就会让你的心理 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期盼 比如说五天的工作时间 如果你每周都能够请一天假 相当于你burn out的时间就短了 把你的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段 如果缩小到这80% 可能让你感受到burn out的时间 就会缩短了 然后在这一天的时间内呢 千万建议大家不要去工作 不要打开任何跟工作有关的 邮箱或者是聊天工具 这样的话呢 会让你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然后去帮你更好的recover 那第六个呢 就是找专业人士求助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首先倾诉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缓解的方式 然后你倾诉的对象 如果是专业人士的话呢 他会用专业的角度和专业的方法 来告诉你如何去缓解 包括可能会帮你一步步剖析到了 真正导致你burn out的原因 以及给你提出来一些建议 所谓的专业的事就找专业的人做 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最后的最后 一定要明确的一点就是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如果你尝试了以上所有的方法 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缓解自己的burn out情绪 那么你真的可能需要抽离这个环境了 让自己休息一下 你也应该明白什么才是对你自己最重要的 健康 家庭 工作 做生活把所有你在意的事情写下来 并且列一个清单 然后在这个清单上面 prioritize 比如说什么事情对你来说 第一重要就是你没有了它 你就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 显而易见就是健康 那其他的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 或者说并列第几位 那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列出来这个清单 然后去看一看工作到底是排在第几位 职场打工人大家都很不容易 如果你跟我一样还是一个职场妈妈的话 可能很多时候更加容易情绪崩溃 比如说在照顾小孩子的过程当中 他如果有一些不听话 触碰到了你自己的底线 你会觉得工作和生活 都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就会容易burn out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工作真的就只是工作 你就是在出卖时间 然后换得一定的报酬 所以要想清楚自己人生的主次级 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影响了健康 甚至是自己放弃生命 那我觉得这样就真的是本膜倒置了 那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 跟我一样经历burn out的你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给它点赞评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